台東美麗灣度假村開發案多年來備受爭議 去年最高行政法院裁定環評審查不合法 並且撤銷了台東縣政府的環評許可認定 但是台東縣政府今年3月卻核准美麗灣度假村開發案復工 引發當地居民高度不滿提起行政訴訟 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今天裁定不得復工 爭議不斷的美麗灣度假村開發案 從2004年到現在持續受到環保團體的控訴及踏罰 台東縣政府不理會最高行政法院的裁定 今年3月又核准工程復工 當地居民和環保人士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申請停止執行 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當地居民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法保護的範圍 如果繼續施工將會對環境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 因此裁准當地的居民申請停止復工